本地呢有不少的老档口 因为面临着无人接手的问题 而不得不结束营业 老手艺老味道呢 因此就相继失传了 但是却有这么一家子呢 兄妹要接手家里的咖啡档 但是父亲呢 却偏偏百般不愿意 这又是为什么呢 这期的玩味壮志 我们带您走访这个咖啡市家 厦门街熟食中心内 有好几个茶水档口 而这一档有些不一样 很多人都误以为 这是新开的档口 因为它的门面装潢 以及所售卖的饮料口味 给人现代新式的感觉 而且在档口里工作的 都是年轻人 蔡冯杰是档口的咖啡师 她的妹妹冯慧 则负责烘焙吐司和点丹 兄妹俩一起经营的咖啡档 其实已经有长达82年的历史 他们是第三代的接班人 之前是爷爷从海南岛过来 第一个咖啡店是叫山海原茶室 所以那时候1935年开始 过后就一直被政府赶搬 咖啡店在搬迁了两次过后 1999年在咖啡街熟食中心安顿了下来 兄妹俩从小就在档口帮忙 但父亲却从不让他们泡咖啡 那时候开始帮爸爸的时候 他的规定是你要学着看 你要观察 一年过后他才允许你泡比较简单的饮料 他也有跟我们说要观察外面 其他咖啡投手泡的方式 就是这样慢慢地学会 学会泡咖啡时 冯杰已经24岁 多年下来 无论是泡传统咖啡或新式咖啡都难不倒他 他也一直不停地在构思新的咖啡口味 我在伊朗喝过他的酸奶 我觉得那个味道跟我们的咖啡和茶搭配得不错 所以薄荷 海盐 拿铁 就成为了我们menu的一个regular item 蔡家兄妹也决定在父亲惯用的咖啡豆上 做一些新的调整 我们喝过传统咖啡 我觉得咖啡好喝 可是就缺乏了那个香味 传统南洋咖啡有炒糖 有炒牛油 所以口感一定会比较厚 味道也会比较带苦 那西式特制咖啡呢 比较讲究咖啡的原味 所以酸一定会比较多 口感就带细 薄一点 所以我们混这两种的原因 就是把他们最好的那些地方 全部放进我们自己的咖啡 从爸爸开始就坚持自己拿咖啡纸 自己混 然后自己磨 保持新鲜 保持我们自己独特的口味 哥哥蔡冯杰毕业自新加坡管理大学政治系 她在2011年就主动请营 要帮父亲进行咖啡当 而拥有商业管理文凭的妹妹冯慧 则是在一年后加入哥哥的行列 蔡妈妈是非常反对他们接受咖啡当生意 但是最终还是扭不过孩子们 冯慧从小便对咖啡行业产生兴趣 但是父亲却要他先去外头打工 所以他便到咖啡店去当学徒 跟著名咖啡师学习 而攻读政治系的哥哥冯杰 原本的志愿是当老师 就是在relief teaching的时候就教了大概半年 然后就发现到其实你在这里工作 满足感其实在这里会比较多 那时候19岁就决定想全职帮爸爸 可是爸爸就反对 他讲现在最好是先去哪个大学文凭 所以我就报读商业管理的课程 读了三年 然后准备想接手 可是爸爸就跟我说 你出去帮人家打工比较好 因为出去全职了不同的职业 然后也接触到西式特制咖啡 然后五年过后才回来 看到我的电话滑了没有 烧了 其实一向来我都不反对我的孩子 在这方面发展 这是为了以后 将这个咖啡的文化 连续下去 不要到我在带路后就消失了 我就告诉他们这一点 要么你们要做的比较好 要不然就不要做 原本以为接手父亲的生意后 会一切顺利 没想到一开始就碰到了大危机 开始的第一年可能就 失掉了爸爸一半的熟客 那时候还觉得蛮沮丧的 因为爸爸在这里十八年了 所以熟客都很习惯喝爸爸泡的咖啡 对 可是就不断的一直进步了 后来靠着兄妹俩的努力不懈 生意有了好转 冯慧便把双胞胎姐姐冯恩 也拉进来并肩作战 今年五月还开了第三家分店 Azonac Latte 起初是妹妹跟哥哥 然后两个人做得蛮难的 然后渐渐就我加入 如果三个人雇一间 阿摩小贩中心有点浪费 所以我们就想扩大生意 看我们可以走到多远 现在兄妹三人 一人管理一个档口 而新口味的开发 主要是由哥哥在负责 尽管经营家族事业 并非一帆风顺 但蔡家兄妹 并没有后悔当初的决定 一家子能够一起投入做一件事 完成同一个梦想 让他们很感恩 当你可以让你的顾客 享受到一杯好的饮料的时候 就觉得很满足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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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